阿帕契直升机坠落在民宅的事件 造成两名的飞官送医目前的最新画面 我们要请林玉桥来告诉我们 玉桥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呢 其实呢这个在陆军呢 军方呢是已经持续的将现场来进行管制 而且呢是有这一个陆军六东腰旅的这个官兵呢 是已经爬到了民宅二楼 针对这一架坠毁的 或者是迫降的阿帕契直升机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 而旁边呢也有民众呢在一旁的观看 我们可以看到陆军其实今天早上呢 这发起了这一个发生了这一起阿帕契直升机呢 迫降兵权的事件呢 可以说在隆南地区呢造成相当多民众的一个关注 而且呢现场呢其实军方人员跟警方人员 现在已经拉起了封锁线哦 要把这一个地方给清空以后 可能会在下午呢最快时间呢 就会想办法把这个阿帕契直升机给这个吊刮下来 那到底这起事件是怎么样发生呢 我也回顾一下 这一事件新早上呢 这些阿帕契直升机呢 在今天早上大约9点多 进行所谓的基本换装训练的时候呢 一切在包括飞官跟这个驾驶舱的仪表等等 都是一切正常没有异常的一个情况 而且飞官回报塔台 也都是在进行正常训练 不过却在早上10点多 大约10点15分16分左右呢 这个是飞行呢 是迫降在这个龙台市区的二楼平台上 是防空丘党的参谋主任何文龙上校 针对今天上午的AH-641 阿帕契的事件 先向各位报告一个简单的说明 今天上午大概在10点08分的时候 AH-641阿帕契直升机机号是8栋8 由我们的教官陈龙谦少校 以及学员刘明辉中校 实施驻地的基本飞行训练的时候 目前是因为不明的原因 导致迫降在我们营区怪员的民房上面 失造势的因素 我们现在正在由专案小组在调查当中 目前人员的部分 两位教官都是轻伤 人员没有重大伤害 已经送到804医院实施就诊当中 在居民的部分 目前的居民都没有任何的损伤 除了一个轻微的心象 后续的相关的赔偿 我们会持续跟居民再做一个协调 以上是目前最新的 后续如果有更进一步的报道 我们更进一步的结果 我们会向各位记者先生做一个报告 目前两位非官的情况 根据我们所了解 其实副驾驶有稍微脸部差张的一个情况 目前两位都被送到了 国权巴黎寺医院来进行行救 不过两个人都是意识清醒 并没有大碍 而刚刚的索性 其实在飞机迫降了当下 附近民宅民众也已经发现 提早撤离了民宅 引进到国内是在去年的年底左右 它在去年12月正式的来成军 但是在成军之后没多久呢 其实就发生了在美国原厂的Apa 7直人机呢 它这个引擎的变速箱里头 有一个指轮呢 是有设计上的问题呢 因此可能会导致 所谓飞行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飞行中止的一个情况 那在今天呢 这个Apa 7直人机呢 在发生了这个迫降的一个情形呢 到底跟这个引擎设计 变速箱的设计有问题 有瑕疵 有没有直接的关联 目前还不得而知 或者是这个人为操作问题 也是目前陆军正要急 赶快来了解并且厘清的一个情况 不过呢可以确定的是呢 这家Apa 7直人机呢 目前看起来是几乎是已经呈现 全毁的状况 而这也是Apa 7直人机呢 进到国内加入中华民国陆军以来 发生了第一起的这个意外的事故 虽然呢 目前呢 这个军方人员呢 都是非常低调 不知道原因到底要怎样 不过呢 其实根据军方所表示 他们也非常的讶异 由于这个Apa 7直人机是全新的机种 而且是相当优良的一个设备 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其实军方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呢 到底是因为人为因素 或者是机械固杖的原因呢 目前军方都还持续的在调查当中 把镜头还给彭丽术 去年才买的这个成均呢 Apa 7直人没想到 在今天呢是迫降在民宅 两名法官还好是轻伤